這個PC-Link 它是華碩提供給華碩的手機平板 來做跟電腦可以直接把影像傳到電腦上 那甚至它還可以在電腦上直接操作你的手機 就是你一邊講解你用滑鼠去點對不對 那可以直接操作 那我就先來試一次給各位看 那它必須在你的電腦端先安裝它的PC-Link 的軟體 它必須在你的電腦端先安裝一個PC-Link 的軟體 然後你的手機也要 通常你們出廠就會有PC-Link 的APP 那沒有的話網路上也可以直接裝 那等一下我會講整個過程 我們先來看一下示範 然後打開之後它會有這樣的一個畫面 然後你的手機這時候你就把它 一樣把那個 NPP 打開 打開之後它就會等待連接 等待連接然後這裡 這裡你去 如果你用有線的你就要把你的手機的那條充電線插進電腦裡面 如果你有無線的它也可以用無線的 我現在才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去找你的手機或平板 然後你的手機平板那時候會出現一個 USB 增錯的問題要不要確認 那你當然要確定才可以連線 那我現在用的是這一台是平板 那平板的話呢它會出現這個 USB 的符號 那你只要點它就可以連接 就可以連接 好各位這個就是我的手機的畫面 那我現在在手機上面操作 好各位這是手機的畫面 那所以我在手機上面操作呢 好有沒有它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速度非常快 那它是因為是 USB 現在我是用有線喔 就是 USB 直接連線的方式 好所以它可以直接使用 那同時呢 我如果用滑鼠 好你看喔 我用滑鼠操作喔 有沒有 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 那包括你要開 比如說開土庫 你看這些都是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滑鼠喔 在電腦上直接操控喔 所以今天假使說 比如說你有手機上面有東西要給學生看 然後你如果剛好又是 學校就是你的搬槍是連到 在天花板 你不好接線 那可是它有連到你的電腦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給小朋友看手機的畫面 好就可以給他看手機的畫面這樣 那手機資料可以當中嗎 手機資料我等一下會介紹另外一個 全面管理的 APT 那個簡直是通訊行的技工了 對喔 那個APP實在是太厲害了 這個叫PC-Link PC-Link 那 待會如果你有那個華碩 電腦的手機 它要無線連接 它好像有一個規定就是 它好像要在區網裡面 就是如果你用我們的無線 我們的無線現在都是在區網裡面的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連線 可是昨天黃志祥想說 不用在區網也可以 那等一下各位可以試試看 因為 我的手機怪怪的連不上去 好 你的網路怪怪的 是我的網路怪怪的嗎 對 那個網路 我剛剛裝那個無線網路有沒有 出現監感 好 好 那我們這邊的無線網路 有那個APTEST02-04 各位如果 如果不行你就換一下 那等一下你可以測試一下無線的 那有線的我這邊會留這個線 等一下你就可以直接試一下 那聽說 那個黃 昨天黃老師說 它這個PC-link 有一些廠牌也可以用 所以你也可以試試看 好 待會你也可以試試看 沒有一定限定要華碩的 然後就是 如果你的是比較舊 你的系統是5.0以下的 就是4點多的 那它好像只能用USB 那如果是5.0以上的 就可以用Wi-Fi 就可以用Wi-Fi 那所以待會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 它的安裝的方式 是這樣子 我們直接 你去 一樣去Google 然後你直接打PC-link 好直接打PC-link 然後這邊就會有華碩的那個QA 你點進來 我看一下有沒有錄影 唉唷 點進來之後 這邊會有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Windows版下載 你就把這一支驅動程式 PC-link的驅動程式 把它點下來安裝就可以了 這樣子電腦端就安裝完成 電腦端就安裝完成 那至於那個手機端 手機端呢 各位就要去找 好這一支 這個PC-link 那通常你如果是 LenFone的話 LenFone2以上 它都是中機就有 就是買來就有 那至於其他的版本 你可能要手動 到Google的那個 應用程式商店 然後呢一樣 你搜尋那個PC-link 然後它這邊找到很多 很多東西 你不要看 不要看錯了 應該是紅色那個圖案 如果沒有發現 再加個華碩 那我這個是怎麼裝的 有點見鬼 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到它的官方網站 好像也可以抓 各位等一下試一下 反正就是要裝這個PC-link 那裝好之後呢 裝好之後 就有這一個圖案 有這個圖案 那有這個圖案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打開 打開它就會這邊 就跟你講等待連接 等待連接 那你電腦端呢 我把它中斷一下 好電腦端 電腦端你就把這個PC-link打開 然後它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那如果你的設備 它應該就會抓到 因為你是直接連線的 它就會抓到 那你直接點進來 它就會直接連線 好就會直接連線 好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那各位可以來試啊 那我們給各位一點時間來試一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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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